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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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科學院 18年6月才正式使用的 工作室當然要帶大家 玩些新的東西 就是要玩下陸地沖浪 Ever想拿陸地沖浪 跟我過來 這邊 你的辦公室就是這裡嗎 難怪我這麼驚訝 Koofy的辦公室只有百多尺 一眼就看得完 玩滑板也難 我們坐過兩三個人 暫時最主要是 我們利用整個空間 不是在房間工作 整間辦公室都會用 開會 我在這裡走來走去 我來認識女生 到處轉來轉去 給人試試拖手 在科學院起家的安迪 四年前由枯發器計劃開始 放下電子產品經理的工作 開始追夢 從小到大都夢寐而求 沒有的產品 看日本的comics 日本的電影 有AIDAN 體感控制 拿上身 然後上學學學 那種感覺 是自己的車 你不用去到大個要等一輛車 很小已經有一輛 很好玩的車 自己載著自己走 從第一個電動畫版的樣板開始 走到從海外接獲一一元大單 Andy從枯發器計劃畢業之後 就不能繼續以優惠租金 租用原本六七百呎的辦公室 他就選了在這個專為研發人工智能 金融科技和智慧出行等科技範疇企業而設的 ICT Coworking Center下腳 我們公司剛剛出產品 在出產品的過程 我們生產裏有一個Burn Rate 即是會燒錢 我們要將整間公司燒到最低 如果我們現在租之前科研給辦公室 要幾萬元 那些錢足夠 我們每個月做一隻新的產品 大概一幾萬元做一隻陽板 開始明白到開始的時候 就不需要同事每天面對坐在那裡 因為你選對的同事 其實日以繼夜都在工作中 在咖啡室裡有白工室 方學員的Coworking Space 都有不同的主題 就像這個HDIH 就是以創新醫療器下做主題的一個中心 這裡又可以共享的高端原型產品 測試器材和軟件 Anker的公司在2018年8月也進駐了這裡 現在這個產品其實是個人護理的皮膚噴霧 我們希望由個人護理的皮膚噴霧 是個人的數據 應用在第二個層面的產品上 希望我們又可以噴到 一些類似Creme狀的藥膏 希望將層面擴闊到醫療範疇 他們本身已經有成熟的美容容器生產線 體重科學員 是希望在這裡找到夥伴合作 提升公司的研發實力 加速研發進度